温哥华,李小姐是我的女儿 在12月26号的时候,她跟男朋友出去 因为男朋友在24号的时候不知情跟一个确诊的病人接触 所以两个人最后都被感染而先后发病 男朋友在28号的时候检车,确定是新冠患者 知道女儿的男朋友确诊以后 我们马上安排她在家里面隔离 因为我本身是推行原始点的学长之一 所以当然用原始点的方法帮女儿调底了 就请她定时用姜粉喷鼻 即用浓缩的姜液清除喉咙 并确定要保持身体温暖 以降低因为热能不足而引起症状的可能 左边就是我们用来喷鼻的有机姜粉 当姜粉喷到鼻腔的时候 会张口呼吸让姜粉带到喉咙的下呼吸道 姜金是我们前面讲的浓缩姜液 它是直接滴进喉咙或多滴一些用来做疏口及疏喉咙用的 12月30号大概三天左右 女儿她就开始发烧 汗感到头痛 我马上让她知情按推耳后及整股下咽的原始点 结果每个位置都十分疼痛 但是按完以后 女儿她就觉得头部的痛楚减轻了 跟着下来 我们就把那个暖贴放到那个头巾 让它带在头部做温敷 然后把那个碎的电热弹调到最高的温度 按推以后 我用那个暖贴放在头巾 让女儿带在头部 让她温敷头部原始点 本来应该是用姜粉泥的 但是因为隔离的关系 所以用暖贴带在头部这个方法比较可以自行处理 然后暖贴也可以分别贴在上背部的原始点的位置 因为女儿的体力和精神还不错 而且症状暂时跺在头部 所以我是把它定为轻重症 但是因为它有发烧 所以我在内热源补充上面 先以25公克的干姜熬煮浓浆姜汤 同时也请她吞服姜碗 而且持续用姜粉喷鼻 和那个姜筋来清除口龙 第二天 女儿她就退烧了 体温恢复正常 不过就感到异常的疲惫 而且下床都没有力气 因为她已经出现了一个症的体力虚弱 老师说这个时候就要很谨慎 所以就需要增长热能 我马上把那个干姜量提升到40公克 而且每两小时就请女儿吞服姜碗 和姜粉喷鼻 头紧 也用暖贴24小时温敷 这个就是十个公克的干姜片煮出来的浓姜汤 我会把姜加再用温水煮第二片 这样子女儿就把姜汤分摊整天来喝 第三天 她还是感到很疲惫 而且传身无礼 不过除此以外 并没有其他不舒服 内外热圆 我们还是继续应用 不过女儿就开始紧张 而且哭起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心情不好是消耗热能的一个主要因素 所以我跟她说 金人原始点都能帮她解决不少问题 那新冠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只要我们改善热能和收复体伤 这个一定可以疗愈的 只要保持平常心态 减少那个消耗热能 反而对病情会有帮助 第四天 她已经可以下床了 而且可以做一些轻量的舒展运动 比如说瑜伽 垃圾 但是她又开始察觉 她的味觉有点怪怪的 就是吃东西有点不正常的味道 而且慢慢还是去那个味觉 不过唯一她还是可以喝到姜的温热 还有吃辣 那我了解情况以后 我就在那个食物上面的调味 特别多加一些温热的 比如说多加一些胡椒 还有那个用麻油姜炒饭给她 就是增强那个味道 同时也增加那个姜丸的数量 因为味觉也在头部嘛 所以我也叫她剁按耳后的原始点 和那个延伸点 这是女儿吞服的密鲁滴干姜碗 然后过去我们是没有这个姜碗 就用那个姜粉泥来含 在饮食上面 我是安排一些比较容易吸收的食物 因为希望她就减少那个消耗热能去烧化嘛 因为烦烧毕数寒 不单是寒凉子食材要避免啊 在那个她失去味觉之后 我会加重那个调味 尤其说是一些温热的调味 希望她就是快一点恢复了 第五天 女儿她还是没有味觉 喉咙开始感到干痒 而且还咳嗽 另外一个主要的症状是 那个胸肋骨的位置 好像有震刺那个样子痛 那我们是有点紧张了 因为怕她肺部会感染 那就请她用那个自助的工具 按推上背部的原始点 还有头颈 另外就是参考那个张医师的视频 再用指腹来按推 那个肋骨肩疼痛的位置 没多久 她的症状就有减轻 还有改善 那我们也比较安心 那她的头部跟上背部 就继续24小时的温敷 因为通常流感的症状 都是发于那个头颈 还有上背部的位置 所以我们都会用 只是比较自我可以帮忙的按推工具 就按在我们的上背部 还有头颈的位置 第六天的时候 我的女儿 她身体基本上已经恢复差不多了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 那她的运动时间也可以增长 不过她洗澡的时候 我是用温浆水给她洗的 她反映就是说 每次洗澡以后 她都会感觉全身发热 而且不停的冒汗 擦干 她的身体 还有精神都会觉得很舒服 那她本来是有一些干壳的 但是洗完以后也没有了 整体上面说 新冠的整个症状都已经收服了 因为患病的时间 我是不希望她受寒 来流失她的热能 所以我前面是一直不建议她洗澡 都是用毛巾 沾一些姜水来擦身 还有洗脸 到她病情有些好的时候 我会把冷床传起来两三天的姜渣 就加上满锅的水煮热 让她凌浴 而且会确定那个浴湿是温暖的 而且凌浴的时间要很快输 以免她再度受风寒 这个是她在发病后前去那个植病中心的检测报告 她是确诊是阳性的新冠患者 需要她置身 还有我们同住的家人自我隔离 我们是很感恩能幸运的学到原始点的应用方法来对治 这是新冠的感染 才不至于被那个病毒没有药可以治的物质 弄到惶恐度日无所思从 真的很感恩张老师 很感恩原始点医学 其实本来我自己一直都不是太害怕COVID新冠 每天我都有带口交和洗手的习惯 但当我自己真的感染以后呢 我自己觉得很惊讶 然后我很紧张 然后很害怕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身体会发生什么情况 或会怎么可以康复 幸好我病人的过程当中呢 幸好有妈妈用原始点方法 方法一步一步的帮我解决每一个症状 比如说呢 我会经常会觉得头疼 然后很累很累 然后也会花销 比如说我的第一天第二天 我都在花销 但差不多其实我花销不到一天 然后呢 是因为我 比如说我会用 然后暖暖包 暖敷 然后睡觉的过程中 我也会用那个 热的 热的 然后每天都有用 有喝姜水 然后也有用原始点的工具呢 我会按头部 大概是头疼的时候会按耳朵后面 然后就是 我的腿的对象的四点就是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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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一点都会很痛 然后会觉得很肿 好像就是被人打的感觉一样 然后发冷的时候呢 我会很想很想去泡 去洗个热澡 但呢 妈妈建议我先不要去洗澡 就是我大概三天没有洗澡 因为怕我会有风行 风行经过身体 然后呢 到第四天呢 妈妈就拿一锅很大的那个浆水 然后 叫我撒在身上 先撒在 就是我会先 开热水 等水 热以后呢 我会进去 下午的时候 把那个整个 整个锅 下到我身上 然后再洗澡 然后那个水 一定要先开热 因为它那个 steam呢 会保持你的 呃 嗯 你身体的暖度 然后 嗯 你撒在身上的时候呢 会觉得 就是首先我会觉得很热 就是不是 因为它是 不是因为那个浆水是觉得 你会觉得撒完呢 这整个身体呢 这里是有点辣辣 好像吃酱的一样 你头是吃 你头喝了那个浆水 然后你身体也吃了那个酱 那个酱 我会觉得自然会发热 然后会觉得很舒服 然后就是 我觉得那个 就是这样呢 可能是保持比较久 比增长比较久 然后还有最重要呢 其实 其实这个COVID-19的情况呢 跟感冒差不多 其实会头疼 然后最 呃最大的区别就是 呃 呃 呃我的 味觉 是不是味道 味觉 味觉呢 是完全不同 就是比如说我刷牙会觉得 它是很苦苦 好像在刷 呃 鸡油一样 呃 但是呢 妈妈会帮我 就是煮一些那个 就是吃的东西很有营 就是很有营养 就比如说有 呃 呃 有洋葱啊 有很多不同的菜 呃 豆啊 菜 然后混合在一起呢 会有 就是 会 就是对我升级很好 然后加上有 按原始点 跟喝姜水的 呃 practice之后呢 就发觉好像 我康复的还蛮快的 超过两三天呢 我都会觉得就很快回来 然后我就是 比如说我有听过 有很多人要差不多 四到六个 呃 weeks 才回来 但我就很快 所以就是幸好有原始点 帮我 就是 呃 呃 帮我 帮我 recover from covid 然后也就是现在 呃 recover都很快 然后现在after effects 我都 很健康 就是 我 我 或是